马尔古福音第二章 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格法翁 人听说他在家里,就聚来了许多人 以致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 他就对他们讲道 那时,有人带着一个摊子到他这里来 有四个人抬着 但因为人众多,不能送到他面前 就在耶稣所在之处,拆开了房顶 拆穿之后,把床坠下去 摊子在上面躺着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 孩子,你的罪赦了 那时,有几个经师坐在那里 心里蠢夺说 怎么这人这样说话呢 他说了亵渎的话 除了天主一个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凭自己的神力 即刻认透了他们私自这样蠢夺 碎向他们说 你们心中为什么这样蠢夺呢 什么比较容易呢 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还是说,起来,拿你的床走 但未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 碎对摊子说 我给你说,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 那人碎起来,立刻拿起床 当着众人的面走出去了 以致众人大为惊恶 碎光荣天主说 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又出去,到了海边 群众都到他跟前 他便教训他们 当他前行时 看见阿尔斐的儿子雷卫坐在睡棺上 便向他说 你跟随我吧 雷卫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雷卫家中坐席的时候 有许多税吏和罪人 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 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 法利塞党的经师 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 就对他的门徒说 怎么,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 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我不是来照义人 而是照罪人 当时,若汉的门徒和法利塞人正在进食 有人来向耶稣说 为什么若汉的门徒和法利塞人的门徒进食 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 耶稣对他们说 伴郎岂能在新郎还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进食 他们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绝不能进食 但日子将要来到 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 在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 没有人将未漂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的 不然,补上的那块新布要扯裂了旧的 破绽就更加坏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的 不然,酒砸破了皮囊 酒和皮囊都丧失了 而是新酒应装在新皮囊里 有一次正当安息日 耶稣从麦田里路过 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拾起麦穗来 法利塞人向耶稣说 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从未读过 达卫在急迫中和同他一起的人 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 当厄贝亚塔尔做大司祭时 达卫怎样进了天主的殿 吃了除司祭外 水也不许吃的供饼 并且还给了同他一起的人 耶稣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历的 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也不许是为了安息日的设计 也不许是为了安息日的设计 也不许是为了安息日的设计